足哥说电影 不好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香港的恐怖片 都废此有鬼 影片一开场 在一幢传说闹鬼的大厦 一位职业班的炮灰妹 正顾头不顾定的逃命 负责安保工作的张大爷 由于老眼昏发 根本没察觉到炮灰妹的呼救 大厦里有大大小小几十家公司 阿罗和默默都是头一天上班 两人以前谈过一段恋爱 但由于审美不同三观不合 没有共同语言最后分手 两人见面之后 发现对方居然还活得好好的 都感到有些意外 据一些员工说 这幢大厦每年的阴历七月 就会死九个人 因为有一个白毛女鬼 会勾人的魂魄 琪琪在旁边听的是心惊肉跳 她知道很快就有人要交换票 默默走进电梯 刚好撞进了那个白毛女鬼 不过这个白毛女鬼 看上去并没有恶意 而且还不停地向她道歉 默默上班的这家证券公司的 部门经理是个渣男 吃着家常菜还惦记着从外卖 总想占默默的便宜 默默的同事 浩世妹是个八婆 眼观六路而听八方 嗅觉比警权还零 默默上卫生间的时候 发现隔壁公司的炮灰妹 正冲着吨卫里傻笑 默默刚走出卫生间 就撞进了浩世妹 浩世妹说 咱这层的卫生间很诡异 搞不好屎杯拉完就嗝了 果不其然 没过多长时间 刚才冲着吨卫里傻笑的 那位炮灰妹就上了叫 旁边的墙上 还写着一个大大的椅子 春歌的财务公司 也在这座大厦 这哥们自打继承了 他老爸的这份家业之后 整天吊着让他不好干 俗话说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春歌的助理狗胜 是驴粉蛋掉进汤锅里 臭混蛋一个 这孙子居然怂恿春歌 把老员工罗大妈给粘斗 为了灭掉罗大妈的退货金 春歌开始找罗大妈的茬 可罗大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而且工作上毫无瑕疵 根本就挑不出毛病 由于春歌打算到泰国玩几天 于是便把公司 临时交给了助理狗胜 并且要求狗胜 赶快把罗大妈撵走 晚上默默上卫生间 发现经理的女朋友 正冲着吞位里傻笑 状态跟之前的炮灰妹一模一样 很快经理的女朋友 就被人发现死在了复印记里 旁边的墙上 还写着一个大大的二字 默默在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 提到了卫生间发生的事 警察和默默一起来到卫生间 发现那个吞位 已经改成了放杂物的地方 为了把罗大妈撵走 狗胜是绞尽脑汁 想出了很多借口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罗大妈很痛快的就答应了 为了庆祝罗大妈净身退休 狗胜决定晚上带着 全体员工到饭店搓一堆 晚上默默上卫生间 突然发现那个白毛女鬼 正在照镜了 把她当时就吓尿了 默默来到楼下的 15层的卫生间 认识了某球鞋公司的单姐 单姐非常的热情 答应为默默配一把 15层卫生间的钥匙 默默和好事姐 职业班的时候 好事姐突然接到电话 说她的老公不幸 跟人撞车了 不过她老公 只是断了一条腿 而对方车上 五个人全都见了鬼 好事姐走了之后 诡异的事情 开始不断发生 把默默吓得再次尿急 哎呀 这默默是跟卫生间干什么 一天工作八小时 有七个半小时都在卫生间 剩下的半个小时 倒是没闲着 就是跟那不停的喝水 默默拿着单姐 给她配的钥匙 来到15层的卫生间门口 但是并没有打开卫生间的门 默默无奈之后 又返回了楼上 可这一层正是鬼扎堆的地方 一路奔跑下来 默默已经尿意全无了 当她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自己居然蹲在卫生间里 从那个诡异的蹲位里 不失传出复印机工作的声音 而且伴随着纸票轮飞 突然一直半年都没有 洗的手从里边伸了出来 默默一声尖叫 再次被吓尿 在她逃命的过程中 看到满宵夜回来的单姐 女鬼给精神控制 转过天 一名女员工上卫生间的时候 看到一脸诡异的默默 正冲着那个蹲位里傻笑 很快被鬼蛊惑的默默 从楼上跳了下去 旁边的窗户玻璃上 还写着一个大大的八字 阿伦到公司上班 他在电梯门口 不仅见到了那个白毛女鬼 还遇见了自己的同事 红衣女神琪琪 阿伦对琪琪是一见钟情激动的不行 有事没事就去找琪琪掏进 琪琪说自己有阴阳眼 能看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那个白毛女鬼一直缠着他 让他寝室难安 阿伦一听是心疼的不行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两人聊着聊着就亲上了 春哥从泰国回来之后 发现公司里的员工 一个个都像变了个人事 而且罗大妈还在上班 这让春哥非常的不爽 春哥质问狗胜到底是怎么回事 狗胜一反常态 开始向着罗大妈说话 不仅如此 他女朋友也对他冷落并双爱搭不理 春哥来到酒吧 随又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说他公司的员工全都出车祸死掉 包括他的女朋友 第二天春哥来到公司 收到了损友给他发来的邮件 报纸上的新闻显示 他公司的员工确实出了车祸 一车五个人全都挂了 原来那天晚上狗胜带着罗大妈等人出去吃饭 庆祝罗大妈过程退休 途中跟默默的同事 好事姐的老公装了车 春哥看了看公司里的这几个员工 可吓得不轻了 半信半疑的他急忙去找法师算命 法师说春哥乌云满面 搞不好就可能领和盘 春哥想知道公司的员工是不是真的都死 法师给了春哥一瓶牛眼泪 说春哥自要是把牛眼泪抹在眼皮上 就能看到真相 春哥回到公司抹上牛眼泪之后 果然看到的跟之前的不一样 这些可把春哥彻底吓尿 这哥们儿固头无固定的就跑回了家了 罗大妈五个鬼来到春哥家 向春哥做了最后的道别 原来罗大妈等人死了之后 之所以还留在公司 是因为不放心春哥 担心这个顽固子弟把公司给搞垮 在罗大妈等人的尊尊教导之下 春哥终于醒悟了 决定今后一定努力工作 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四九千年 春哥的事说完 咱们再次回到阿伦的身上 这哥们儿正在加班的时候 突然收到了琪琪的一封邮件 让他赶快逃离办公室 他急忙去找琪琪 发现那个白毛女鬼正在对琪琪动手动脚 阿伦刚想英雄救美 白毛女鬼撕扭一下就不见了 琪琪哀声叹气的 说那个白毛女鬼逼着他自杀 否则就会骚扰他的家人 转过天 阿伦和琪琪发现白毛女鬼 把琪琪的弟弟绑架 晚上阿伦来到公司 琪琪拿出一件衣服 意思是白毛女鬼 让他害时到天台见马 害时已到 当阿伦来到天台的时候 发现白衣女鬼正准备把琪琪带走 阿伦急忙去救琪琪 没想到琪琪突然就消失不见 被摔死的阿伦见到了白毛女鬼 原来白毛女鬼并不是鬼 而是个有阴阳眼的白花瓶患者 每逢阴历的七月 会有九个人死于非命 确有其事 琪琪丹姐都是为了投胎来找替死鬼 而阿伦就是那第九个人 白毛女之所以之前 没有把真相告诉梦王阿伦 是因为那些厉鬼不让他说 为了尽快投胎 阿伦如法炮制 也开始为自己找替死鬼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下就 投胎是个技术活 不能胡乱定规则 非要找个替死鬼 这种办法太缺德了